二次金改 贬加收贿6.1亿 贬加涉及二次金改等弊案 昨天侦查起诉 前总统陈水扁和妻子吴淑貞 从中收贿6亿1000万元 并涉及洗钱 检察官请求法官从中量刑 扁儿女陈信瑜 陈志忠 及媳妇黄瑞靖 都被依洗钱罪起诉 特征组查出 2002年二次金改时 富邦持有四华近15%股权 两席董事 优于国泰的11%一席董事 但富邦前后捐助阿扁1500万 国泰前后则供给贬加4亿 贬因此要财政部长支持国泰 只是总统府秘书长马永成逼退富邦 富邦只好暗然退出 转向并购台北银行 国泰顺利并购世华银行 而元大未击退中信孤家 并购富华金 找来民进党前立委张俊宏的助理吴杰 透过马永成 进富华担任董事卧底 元大政董事杜丽萍 更拜托曾帮忙 吴淑貞开口要2亿 一周后元大马家送2亿进关底 曾因此打电话给孤仲淫 要他别买富华 马永成更威胁说 买富华会违法 孤仲淫才死心 退出富华金争夺赞 元大顺利合并富华金 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 及元大集团总裁马智林行贿 因法令不完备安然脱身 警员大金前营运长马维成 因涉嫌背信罪遭起诉 国泰市华银行副董事长的李明贤 则因销毁贬家国泰金户长钱记录 被依灭证罪起诉 金控业者行贿虽无罪 但都因帮贬家洗钱遭起诉 包括马智林 国泰金副董事长蔡振宇 开发金前总经理胡仲盈 中信金前副董事长胡仲亮 赵峰金前董事长郑申池 动新闻台北报导